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在講說 聖誕節應該要送什麼樣的禮物 跟男朋友出去應該畫什麼樣的妝 才不會讓聖誕節成為遺憾 然後當然現場我們還介紹了很多 非常非常好的禮物囉 這邊有我這次借回來的聖誕節彩妝 超好耶 今天主要針對電眼之外 還有針對不脫妝的部分 這部分去做講解 粉底前面前置作業 比如說像試底乳妝前五這些東西 讓膚質變好膚色變漂亮 你是不是粉底越來量就可以減少 當你粉底越來量減少的時候 你就可以減少脫妝的機會啦 一個飽和度好的眼影 其實你可以整個上在這個眼窩的這個位置 大概在眼摺部分的地方 你可以從在眼尾 然後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去塗它 比如說你用你的無名指 把顏色塗上去 但是記得可能用你的中指 去暈開 就是讓它有點漸層效果嗎 對 然後有沒有我們可以用眼影棒 畫在大概下眼影的這個位置 這真的是最簡單最簡單的畫法 你就是利用像這種色系 把眼睛周圍把它框起來 這個金色你可以加強在眼頭的位置 這個金肉好驚人喔 我們來加強眼線的部分 睫毛根部都把它填滿 我們稍微拖一點點眼線出來 如果你喜歡想要魅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往上勾一點 所以我們稍微打亮一下下 這盒超美的 這盒超美的 你看我們現在是畫了外雙C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在眉骨的地方加強 稍微帶到一點點這個地方 好像感覺想像有沒有在臉上畫一個愛心的感覺 有 有 然後有沒有下巴 比如說我趁男朋友不注意的時候 趁他去上廁所幹嘛 趕快中間畫一道 趕快自己暈開 記得你要暈上面的時候用乾淨的另外一隻手 它的嘴唇 它的那個漸層會更明顯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買像這種光療筆 有沒有看到用光療筆畫的那個 你稍微轉側面這個線條 有很美很順 很美很順 上完口紅之後對不對 好來 你稍微用衛生紙稍微抿一下下 記得把它一分為二 隔一張衛生紙 稍微鋪一點蜜粉 這樣子的薄透它可能蜜粉 還可以從中間透穿透過去一些對不對 對 你要防脫妝這時候再上一層 還要上一層 喔原來還有一個 Ruby我們就來幫她畫個V型臉 就是一樣你大概也是從眼尾這個位置 其實有很明顯看到一條 對 一條光影出來 跨過你的蘋果肌的最高點 然後到你的下巴 然後再往這個地方跨上去 記得你們要這個稍微有沒有 把界線磨補掉 把它磨補掉喔 我們先用眼線筆 把睫毛根部填滿 後面要稍微把它拉出來 我們會利用那個刷子 這顏色好可愛喔 對啊 它是那個YSO另外一隻 就是比較滋潤型的 真的好熱喔 因為它嘴巴很乾 所以我現在幫它上一點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很不會化妝人的話 就加眼線然後畫上 口紅就有造型嗎 一到聖誕節嘛 然後就很流行這個東西 超可愛的 它就是總共24天嘛 就可以從12月1號 然後一直抽抽抽抽到24號 然後隔天就聖誕節 那聖誕節之前 每一天都會有驚喜這樣子 然後它每一盒裡面都會有 幫瓶彩妝瓶什麼的 幫LV畫了15年 常畫的御用常畫師 然後合作這次禮盒 那看起來就非常有質感 然後裡面的東西也是大家最愛的 經典商品 今年聖誕節很多以那個 胡桃鉗 就是彩妝啊 或者是保養品 都有做胡桃鉗的那個插畫的設計 然後就胡桃鉗也很應景聖誕節 而且很節慶 再來就是這個 護手霜禮盒超可愛的 你會發現幾次聖誕節 真的大家都喜歡跟插畫家合作 還有這個 跟LINE合作的嗎 對 跟LINE合作的 那個日本已經上了 然後現在台灣也進來了 所以這是很可愛 所以這是乳藝嗎 對啊這是乳藝 每次到聖誕節 他們都會特別有做這種 就是各式各樣的插畫 然後看起來就會很吸引人 它可以做禮盒包裝 然後你看它的每個瓶 這是它的最經典的那個化妝 就是金盞花 金盞花化妝水 然後它也換了那個聖誕節的包裝 然後再來是這個 亞瑟蘭黛的 我要 我超大要 這個好像很美 很好買不到對不對 但這是非賣品 主要是在櫃上會做活動 然後你們可以去現場 就是抽一個一個這樣子的活動禮物這樣 先到了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